大家好,今天猫将要给大家介绍的电影叫做《科罗索巨兽》 朱达以巨大的脑洞击溃套路,让所有人防不胜防 本片不仅脑洞大,颜值也很高 女主由依旧美颜的安妮海瑟威饰演 而片中她的男友则是刚刚在美女野兽中 无奈遮掩自己英俊面旁的丹丹龙丹史蒂文斯 话说女主和男友Tim一起生活在纽约 由于女主失业一年,还时常酗酒玩乐 最终被男友扫地出门 女主没办法,只有回到老家的旧房子里生活 在老家,女主遇到了一直喜欢她多年的发小奥斯卡 奥斯卡在当地开了个酒吧 瞬间帮她解决了工作的问题 金美竹马重新相遇,天天丝混在一起 按理说这应该是浪漫爱情片的走向 但本片恰恰不屑于走群长路 韩国首尔忽现巨型怪兽把整个城市搅成天翻地覆 很有哥斯拉的风采吗 但你以为这是灾难片的走向,你又错了 女主竟然发现老家的一块地和怪兽活跃的地方地形很像 结果果然有蹊跷 她在那个地方动来动去竟然就可以控制怪兽 更加蹊跷的是,发小奥斯卡还会化身成一个机械巨人 这下子可比打游戏刺激太多了 随便迈一步就是几十条人命 会有当年团长凉光春日的风范啊 猫将心疼收尔人民30秒 由于掌握了巨大能量,发小奥斯卡迅速膨胀 隐藏的人心中多年想得到女主的心思也逐渐显现 暖男面具瞬间打破,无辜的收尔人民成为最大悲剧 女主睡了奥斯卡的好朋友 为了发泄奥斯卡就跑到那块地上踩踩踩 一言不合就死伤几百 女主发脾气实在不想在酒吧干了 毕竟喝酒容易冲动 奥斯卡立刻拿收尔人民的性命来做威胁 为了守护远方的国际游人 女主只有屈服 当下线大半部电影的丹丹龙终于来到老家 想重新追回女主时 奥斯卡甚至在她面前对女主呼来唤去 顺便把自己的酒吧炸成了烟花 为了收尔人民 女主只有忍 但是忍无可忍 无需再忍 女主终于决定离开家乡 她的目的地就是收尔 不出所料 女主一走 奥斯卡就在那片地上走来走去 是收尔人民的性命如草芥 当女主到达收尔 站在机械巨人面前时 奇迹发生了 这边的女主在家乡变成了巨兽 也发小于无情 女主也没有回到男友身边 而是重新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 说到底 这部电影讲的是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 生活从来不应该被他人的决定掌控 为他人的要求而折腰 而那两个怪兽的出现虽然荒诞 但是让猫匠也不禁思考 要是这样 不费吹灰之力 决定千万人生死的能力 真的降临在自己头上 又会是怎样的心态呢 或许每个人都想主宰自己的命运 却也想干预别人的命运 这部电影总体而言脑洞够大 逻辑却很不严谨 对于自己酗酒颓废的问题 女主也没怎么证实 但是要只说娱乐性的话 还是可以一看 最后只想再次心疼 少玩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